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 听到一个男人 这么卡拉卡拉的说 对呀 他平时就天天跟我讲道理 小事都要说成大事 好烦啊 不是我讲道理 是每次发生了事情之后 都要我来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之后让我给他 收拾这些烂摊子 什么事情他都要被我安排好 就像个公主一样 然后也不能说他 今天女生是来分手的 对吧 对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是吧 就他总跟别人说 我有病 然后否定我 然后像管小孩一样管着我嘛 就冬天要穿秋裤 要早上给我套上 然后我就买一个烤冷面嘛 这点小事都要问他 可不可以呀 可不可以买呀 这我要插一句 这个事情他说的 又开始只说他自己的故事了 没有把整个事情描绘完全 他吧 自己说要减肥 不吃那些高热量食品 让我监督他 我如果不监督他呢 他又会跟我发脾气 发脾气我就又得星空购物车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是不是应了他的要求 我就说不要吃这些鸡鸡鸡 然后他说他好久没有吃了 然后想吃一次 然后之后怎么怎么样 才跟我商量 然后再说那些 其他的我管你 又秋裤啊 这个事那个事 最后结果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好吗 我再问一句啊 就是你们相处四年 没有考虑过结婚吗 有考虑过 好几次了 我突然跟他说 明天大家立正去吧 然后他呢 就一直喋喋不休说 说不行啊 这个不行 分析这个问题 分析到凌晨三点 然后我说行了行了不说了 然后才罢休 通过我前面说这个事例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他是一个想干嘛就干嘛 就想一出试一套的一个人 然后呢 你说他说这个事 突然间有一天晚上 对 所以你也不敢娶他 对 我也不是 我不是不敢娶他 我是跟他分析 这个现实的情况 现在还不是时机嘛 什么时候是时机啊 现在你看 我们各方面都不太稳定 然后之后呢 他这个 我总觉得他稍微有点问题 心理上一直有个界定 你总说我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这样否定我 他也有问题 你就放过他嘛 你就跟他分手不就完了吗 我有再考虑 但是 你也别考虑了 姑娘今天不都提出来了吗 对啊 咱们今日是今日必 就把这手分了吧 你已经喋喋不休地 说了他办法 对 不明白你为什么 一定要在一起呢 可能我是颜值党吧 然后还挺能给自己找折 你要是颜值党 人家姑娘也提出来过 要让你娶她呀 而且不止一次啊 很多次为什么又不娶她 那个就是我哪个呀 所以人家现在提出分手吗 是真分手还是吓唬她呀 之前有提过好多次嘛 然后他就哎呀哄我呀 不行不行 就这样的事儿的嘛 所以今天来是真分手 还是吓唬她 这我还在考虑考虑 听专家怎么 行吧 那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